第十二轮疫苗接种计划一改再改 就在傍晚六点半 疫情指挥中心第三度往下加开 BNTDG往下加开 从29岁到18岁都可以预约 AZ第二季也往下开到40岁 从晚上七点接受预约 到明天中午十二点为止 不知三度加开 有医护也抱怨 这接种站提前开打 却没有民众来施打的离谱状况 而民众仍然要跨区才能打到疫苗 第十二轮的疫苗接种计划 根本是乱得可以 早上七点的花博接种站 现场一片空荡荡 只有全身防护一包紧紧的医护人员 等不到要来施打疫苗的民众 在一线的医师将冠语着发文怒轰 原本花博接种站把点开打 却有民众抱怨等太久而上新闻 现在为了提早七点半开始接种 医护人员要更早集合出发 结果到了现场来的人却是零零落落 战线加开反而不被珍惜 是存心象征我们吗 医疗量能就这样被糟蹋 两点记者会先宣布了一个BNT加开 然后到五点的时候 又突然又宣布了AZ也做加开 就火速推出又火速火速结束 二十六号下午指挥中心临时加开 第十二轮第二阶段 加开BNT第一季和AZ第二季 却在隔天中午就要结单 让许多原本想预约的长辈根本来不及 BNT现在就是我们整个文山区都满了 文山区都满了 然后我们刚刚看最近的在永和 永和的话可以吗 永和我都不在 想要预约临近的接种站点开 却已经额满 不得已只好到新北市跨区接种 一些区域是比较可能去预约满 民众如果要选择附近的这个地区 可能再耐心再寻找一下 第十二轮号称时尚最复杂的疫苗施打计划 让支援的医护和接种民众都很不开心 坦诚区域分配不均 无法满足民众想就近预约施打的心愿 因此跨区接种的状况恐怕还是会出现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